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域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丁時芬 兩岸大事國際震驚 軍事脈動 帶您深度剖析打開飾演 好 今天節目一開始呢 趕快先歡迎我們的來賓 首先為各位介紹的是 前例委蔡振元 委員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政大國關中心的研究員 顏振生 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軍情跟航空網站的主編師少偉 少偉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晚安 好 觀眾朋友 這個禮拜全世界的焦點 通通放在了奧運場上 因為現在進入到了倒數關鍵週了 幾乎每一場的賽事 現在都叫做奪牌戰 那這段聚焦一樣要鎖定在泳池賽場 因為過去這都是西方稱霸的水中競賽 今年大陸一直不斷在刷新紀錄 我們來看到最新奪牌項目是男子的 混合接力400公尺的這個比賽 大陸組又再度逆轉奪金 而且中斷了美國在這個項目 40年的歷史霸業 那最後一棒的焦點還是他潘展樂 最後25米他衝出來 現在有個新稱號叫他中國飛魚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精彩的競賽事的賽事當中 好 400公尺的混合接力男子比賽 那中國隊派出第一棒是許家瑜 最後一棒依舊是潘展樂 那在這一次的比賽 潘展樂最後在這個100米的這個項目當中 他是以45.92秒的創新紀錄又再度完成 所以幫助中國大陸在這個項目當中逆轉奪金 這個項目過去都是美國稱霸天下 但今年完全不一樣了 我想先問一下蔡委員我們看一下 再次來講這個中國飛魚潘展樂 他在奧運會上這一次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火燙 之前100米的志勇士決賽他就已經創紀錄了 那這一次是在混合接力當中 帶領了大陸隊再次逆勢奪金 贏了美國贏了所有西方國家 所以過去大家都說這個泳池在場上 誰說中國人做不到 現在好像不一樣了 美國人尤其運動界常常有一句話 游泳池是白色的 也就是說只有白種人可以在游泳池上面 乘勝這個獲金 可是以前也有日本人曾經闖進去過 可是很快被淘汰下來 就沒想到來了中國大軍 他不是一個不是兩個 日本人以前表現就是一個 搞不好兩個 現在中國是一群 所以中國飛魚不是一隻 是好一群通通來了 這證實說中國體壇界在推動這個 游泳池的這一項運動 不管自由式、碟式、混合式、接力賽 還跳水 跳水等等 表現都出乎西洋人的想像之外 尤其是潘展樂 他躲到第一個金牌才19歲 第二個金牌就是滿20歲 剛滿嘛 因為他8月4號生日 剛滿 那這樣的一個速度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人、澳洲人都很不服氣 因為這個牌不是美國 就是澳洲 不然就是加拿大也拿過 不然就是歐洲這些國家 對就是歐洲的國家 都是白人為主 怎麼來個黃皮膚呢 這麼行 我們看潘展樂 他既有訓練 更有天分 你看到水中的那個泳 他的100公尺破紀錄的那一剎那 你只要看著他 因為游泳池不是100公尺 游泳池50公尺 所以到50公尺要回頭 那個回頭的力道 不管是姿勢的順暢的優雅 還有速度彈性 都是上層之座 光那一踢回來的話 就把別人已經落後他快一個半個胸膛了 所以其他後面 就是槓然是躺伏起後 所以拿下了中國有史來第一面 100公尺自由式的這個金牌 這個最難拿 對咱們中國以前說 我們可能體力比較差啦 體型比較差啦 但這個都不是問題 已經可以用個人的努力 給他天分來達成 那美國人當然不服氣 你有沒有吃藥啊 興奮機啊 一天查八次啊 查幾次 看看能不能查到你一個貓膩 甚至用這個方式啊 來武器化 故意打壓你的成績 好像其中有一個選手 也有發生這種效果啦 女子方面也有這種效果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能夠吃你那一套的 有些人都能夠挺得過去 像潘長他說 聊幾次沒關係 反正我就配合啊 他的心理狀態 完全不受影響 這個很重要 素質 完全沒有壓力 而且年紀那麼小 有這麼大的抗壓力 非常不簡單 再加上他的體型 以前被認為不如西洋人的體型 他沒那麼高耶 其實 對 有時候高是不是一定是優勢 這個在游泳池裡面也很難講 就像跳水的時候高就沒有優勢了嘛 所以這一場給中國的游泳運動員帶來了無比的信心 我們不一定要其他項目 我們可以直接挑戰最難的一百公尺自由市 就像田徑賽裡面一百公尺短跑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每一次都被黑人給佔據這個賽場 沒有關係我們一向一向來 因為這一次的大中國隊表現都很好 中國這個表現那麼多好 而且香港也拿了兩片金 那台灣也拿了一片金 我覺得都是好 都是好的開始 而且其實大家知道嗎 這一次他在先前 潘子瑞在先前一百米的這個決賽當中 他當時是46.40秒 但是在這一次的混合接力他又更創舉了 他45.92秒 就是他一再地突破自己 所以我眼你怎麼看 那當然你剛才講的嘛 西方國家就會酸 現在叫他中國飛魚 但是先前的飛魚就酸他了 先前那個飛魚廢爾普茲他就講了嘛 他就說他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他說你要以超過一秒的優勢 去贏這個一百米的自由優勢 因為他這個是很短 是要急速爆發力的 他說都不太可思議 這樣的成績他說文所未聞 他當初是說46.40文所未聞 可是他又破了 他現在在混合比賽當中是45.92 對更快 所以你怎麼看西方真的很酸 混合賽的計算 跟那個單人賽的計算 不能夠拿來直接類比 這個我們在運動的科學上面 是有這麼一個說法 但是表現很棒 這個澳洲飛魚他當然會 會吃醋嫉妒 他講過一句話說 這個是 not humanly possible 這不是人類可行的 那他自己以前也不錯啦 不是 就是說齁 你要顧面解讀就是說 他懷疑他的成績 人類不可能有這種成績 那正面解讀就是說 我們就是跨越了這個人類的一個 過去所創造的極限 澳洲飛魚他其實 我們怎麼講他齁 不是我們現在贏的 就故意酸人家也不好 但是事實上就是 他是被奧運核准 可以服用抗優異的藥 他有在服用啊 沒有關係 我們遵守規則 只要奧運許可了我們就接受 我們很坦然 當然有一些爭論就是說 你服這種抗優異的藥 是使得你的表現會更好 所以我們不去爭執這個東西 那只是說中國不能服用興奮劑 如果你奧運這樣定了 我們 可是你美國不要拿這個當武器 這個是非常 不夠紳士的好不好 好的確那我們想來看到 看到這個畫面的另外一頭 我們看到其實這一次講到潘展樂 潘展樂讓你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他年紀真的很小 他2004年8月4號出生 一直講他剛剛才滿20歲 他拿低面金票的時候 其實才19歲 但你看到今年不只他 今天你看到中國這一大票 中國大陸這一票 00後大軍 真的一個比一個在場上厲害 全紅蟬2007年最小的 在他的搭檔陳雨夕2005年出生 還有誰孫穎莎 孫穎莎2000年 王主卿桌球的2000年 這一群00後的真的叫做年紀 但是他們很衝 我想問一下 顏老師你看 我們如何來看這一塊 大陸這一群00後的這一群軍團 他們其實中國這一次代表團的 德牌的這些得主 超過六成就是00後 可是你相比其他世界的國家 大概就是四成 他們這一批 為什麼可以這麼的厲害 我想第一個就是 先回應一下你剛剛提 判斷的也不算太個子小 190公分 我覺得 只是相較這兩牌 西方都破兩牌 對於東方人這樣 190不錯了 真的是 可以都可以 籃球都可以打 但是看他們這一些 我覺得表現得好 過去剛剛也講了 藥檢查得很厲害 不過我覺得美國今天開始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現在得牌數終於追上來了 美國追上來了 金牌跟大陸一樣多了 就不會這麼多 酸鹽酸鹽 對 因為之前一直落後 你知道嗎 那我也批評美國 因為美國最糟糕的是什麼 他達了一大堆銅牌跟銀牌 所以他就說 我們算總牌數了 不算金牌了 那現在平手了 平手他就贏了 因為他其他的牌比大陸多 那可是我覺得 美國現在是緊張了 就是這麼多00後的年紀輕 那而且是在一些不同的項目 我覺得這一點 就是美國過去會 我們大家都會有個既定印象 譬如說韓國可能是這個射箭 對不對 他們就是有女子射箭 就是有一些項目 他們會覺得 這是你們的 我不跟你們爭了 可是游泳 這是我的淨卵 怎麼可能讓你進來 結果現在進來了 那問題會是全面 我覺得包括 我覺得體操項目也是一樣 亞洲的選手越來表現越好 我覺得這點 美國也要慢慢 要開始要接受這一些 那吃味 我覺得美國會吃味 但是你現在要看的是 我幫美國稍微化解一下 它的難處好不好 說我們獎牌 你看跟中國哪一樣多 可是我們人口只有它四分之一 這樣就會好過一些嘛 對不對 而且美國應該這樣想 還有一個超過我們四倍的人口的硬度 那個獎牌簡直不能砍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就算算 美國獎牌其實表現得不錯 不過大陸我覺得 過去大家 美國會講說 他說你看你們這些00後 都是經過很嚴密的訓練 而且就是在中國經濟起飛之後 這個整個的 我們講預算也好 或者對於這個 這個運動的科學的研究 甚至是這個營養 甚至怎麼樣來打造一個好的體質 心理的素質 我覺得他們大概全面都有做 那可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美國也應該去想想 你去批評比較威權的國家 可能好像把運動稍微太注重 你美國不注重嗎 美國這些所謂培養奧運選手的 那個體操隊那些也不遑多浪 我覺得你不要好像講的是 我們現在回頭去想奧運100年前 那個時候是個人業餘的 不是職業的 現在已經完全幾乎就是職業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 好的確 而且為什麼緊張 因為這些00後你不要看 他們只參加這一屆 以他們的年紀 一到兩屆接下來都沒有問題 那當然西方國家就要講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連國際奧委會都跳出來了 國際奧委會怎麼說的 國際奧委會這樣說 在8月2號的最新發言 說中國的游泳隊 今年是已經要減了600多次 他說這是巴黎奧運上 目前接受興奮劑檢測最多的隊伍 那當然這段話 聽在中國大陸網友心裡 就不是滋味嘛 你對比一下 我們用照片來看 他說你看看這些美國隊的選手 每一次比賽完 那個臉都曬成像這樣的 紫屬隊的狀況 他說到底誰有吃禁藥 好像看起來是不是 你怎麼不管一管美國呢 而且來看一下 這個復旦大學的國際政治系的教授 他也這樣講了 他就說 他說美國跟西方國家這些媒體 他似乎是在用藥檢武器的話 去干擾了所謂的中國隊的訓練 所以夏偉哥你怎麼來看 現在好像從這一屆奧運開始 他們這個西方國家跟美國 似乎就開始把這個藥檢 成為這個好像霸凌中國的武器之一 應該這樣說啦 其實我是覺得 大概應該是這幾年來 就是因為西方社會開始對 中國大陸的一切的這個 產生了這種不信任感的影響 也就是說 因為原本他們可能認為 基本上中國大陸在政治上來說 還有一定的規律可以遵循 但當你這個規律打破以後 那這個時候西方人就會覺得 你中國說的東西 我還有什麼可以信的 其實這幾年在西方 還蠻弥漫這樣的一個觀點 所以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特別又像如果大陸的這個游泳隊 表現又那麼出色 那自然而然西方人就會很自然的 就認為說 你們這東西是不是有什麼鬼 所以我就從這個 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地方 去強化這個要解 當然你說是不是霸凌 某種程度來說 這樣的平凡的密度來說 那的確毫無疑問的是一種霸凌 但是我剛剛講 就是後面其實對於西方人來說 我個人認為還是有包含在 意識形態上的不信任的出發 那當然你說中國大陸他們現在這幾年 其實他們為了培養運動選手 某種程度來說 遠遠甚至像這種舉國體制 那我其實當然你說像那個 剛剛言老師說 現在的這個奧運選手等等 基本上都越來越朝向這個專業化 來發展 但其實畢竟在西方的社會裡面來說 的確當然你說像之前 那個美國原本奧運的選手 基本上應該是非職業選手 才可以參加的 但是你看後來逐漸在 比如說贊助等等進來 那個越來越放寬 甚至於像那個時候 這個籃球列為 NBA 連籃球這個事情 就是當然一個最好的一個例子 但是不可否認 就是說基本上大部分的美國參與 奧運的選手 其實相對來說還是 就是屬於這種非職業性的 或者說他可能在這項競賽中 有比較那個令人寡目相看的 那個成就之後 被美國納入國家隊 然後送到那個 Clorado Spring去 那個加常訓練 這個的確我相信也是有的 但是整體來說 他們這種訓練的模式 跟中國大陸這樣一個 舉國體制所產生的 算是國家精英 來做這樣的訓練 它在本質上 是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所以我覺得 這應該是東西方 在意識形態上的一個 相互衝擊的一個衝擊點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